其實雖然它需要傳達的訊息 這跟我剛剛所講的 非常的 那個 能夠 像貼近 比如說弱勢社區的需要 是可以看得到的 聲音的部分都不要拉出來 一點點都可以看得到嗎 你說籃球場上有個淚風 那這個 這個籃球場變成這個椅子 這對某些人來講 那個人是一個小事 可是對社區來講 那就是一個大事 因為那個籃球場 那可能是維持社區的活動 團結一個重要的一個 一個產業 如果沒有某些參與的過程 然後民眾他們社區的知識的需要 是沒有辦法被清到的 再來 當我們有這些需要 需要這麼一段來支持的時候 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研究去瞭解 我們需要花多少的錢 怎麼去改善它 你要去說服說為什麼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改善一個 設計的一個籃球場 這是重要的 這對社區有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聽到別人的聲音 也許最後我們方來沒有辦法 被大家說我們都不要怎麼接受 那我們聽到別的聲音 幫助老人的那些方案 覺得我已經很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真的是 是蠻重要的 我們可以聽到不同的一些意見 可以擴大自己的這些心理的這個界線 然後對整體的社群 對什麼城市 對什麼社會 我們有更大的這些關懷 那我們成為這個民主過程 還有一部分 有真實的去影響 這個預算的決定過程的權利 所以這次參與市的預算 能夠帶來得到的能力 能夠撇利的一個過程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波士頓的這個預算 這是在今年1月到7月初的時候 有長大半年之間執行的 有關青年的參與市的預算 這個預算跟今天兩個 芝加哥跟紐約人不太一樣 那個是市議員的佩爾塔 他給支配 讓民眾來參加改善市場這個事項 那為什麼這個青年的參與市預算 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這是由青年參與規劃來設計 讓青年們來參與一個民主的構思 來決定我們怎麼花在 把錢花在年輕人的這個身上 讓年輕人來參與設計這個構思 來捲動年輕人 來決定跟青年有關的預算和發費 那波士頓的這個市長 他就撥持一百萬美元的預算 然後邀請年輕人來參與 那也我要講他有個執行委員 不知道要怎麼構成 然後讓12歲到25歲的年輕人 都能夠來參加提案投票 但是這一百萬 他只限定在一般資本的支出 像是有關於買電或軟體 然後一些公共設施 像公寓園 籃球場 游泳池 一些交通設施 比如說腳踏車道 或者是交通號次 等等 或者是造謎 或者是一些社區籃球 又增加監視器等等 這些資出 那他有幾個重要的目標 幾個重要的目標 這個目標呢 他跟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第一次預算的這個精神 是很接近的 第一個 他要提升青年的權力 讓青年能夠參與到整個政策 預算的決定的過程 讓青年們能夠把他們的主張提出來 讓他們的聲音能夠對提到 12歲到25歲的這個青年 他們在政治過程裡面 可能沒有什麼情編 現在透過參與時計算 要讓青年的權力 能夠展現出來 讓他們的聲音被提到 第二個 他就希望 我能夠讓這個 盡量廣泛的讓這個詮釋 不同的地區的這個青年 不同的階層的青年 不同的種族的青年 他們都能夠到 參與到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讓各種不同的聲音 在這個參與的過程裡面 都能夠表達 都能夠被聽到 然後呢 我希望 他們希望 他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建立起一個更強大的 更安全的 更健康的 如何建立起一個更強大的 更健康的 唯有共鳴們 唯有青年共鳴們 唯有青年共鳴們 他們真的去瞭解 他們的需要 那些四五十歲的 一些不見人 真的去瞭解 這些青年們 他們真的是要手 現在我們讓他們 來表達他們的想法 來主張說 我們要透過什麼方式 才可以進行一個強大的 安全跟健康的一個社群 透過很讓希望 那就是什麼事 有更大的光榮感 更加的是團結 業務更平等 因為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紐約的那個影片一樣 很多弱勢的社區 他們的需求 沒有被聽到 他們在資源分辨的過程 並沒有辦法 滿足他們真正的需求 如果你有這個過程 讓很多事情被聽到 讓大家的知識 某些貧窮的弱勢的社群 他們需要更多的資源的話 不會讓這個城市 朝向人更平等的 放下去賣進 那它的操作程序 是不會再進行的呢 第一個 它有一個叫做指導委員會 你就要用這個 Stealing Committee Stealing Committee 這個委員會 在整個規劃 參與的構成 它設計了整個參與的程序 建立了整個規則 它包含了年輕人 我剛剛講過 讓年輕人來主導 來規劃整個參與的過程 那當然也有政府部門的官員 也有社會團體 特別是跟年輕人 失誤有關的社會團體 也包含在這次行為的委員會 但是行為的代表會在 那這個委員會 基本上是用共識去 就是我們討論 進行的規則 如何來擴大參與一些構成 怎麼選擇方案等等 那這個呢 基本上是透過共識 如果需要兩決的話 是用三個決定 盡量讓大家的意見 如何去一致 好 那在這個Stealing Committee 這個指導委員會的主導之下 那他們就用以下方式來進 第一個我們講過 就是先勞力盡量蒐集想法 所以他們舉辦了大概 八次左右的社區的會議 在波士仁的各個地區 大廳堂 然後廣邀年輕人來參加 他們在提出他們的 很多很多他們的一些想法 想法要轉變成的方案 我們在想到這個東西 想法要變成的方案 誰來變成的方案 好 每個地方的做法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在設計 有關於實力實力算的時候 我們要去處理的一個議題 我們看到芝加哥 他是學習代表對不對 學習代表 跟那個巴西的民感一樣 我在這個地區會議的時候 我學習代表 這個代表把我們的想法 變成那個盡力可聽的方案 波士仁是怎樣 波士仁他們有的叫做 Change Aging 變遷的行動者 他們這個地方叫做 Use Big Change 青年領導變遷 所以他們就有一些志工 叫做Change Aging 他們把八場公共會議裡面 所提出來的這個想法 把他轉變成一個可信的方案 所以呢 這些Change Aging 他選了很多的年輕的志工 這年輕志工他比較受訓 受訓 就是我怎樣 我要了解異酸的過程 對不對 我要了解我怎麼把想法 變成可持性的這個方案 而且我用什麼基準 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都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我怎麼樣 我透過什麼方式 把非常分雜的這些想法 化成具體可信的方案 所以呢 這個指導委員會 他就會從這個志工裡面 他去選取Change Aging 然後給你訓練 經過貼詢的這個構成 然後呢 準備了某些那個基準條件 我們怎麼去篩選一些想法 把它形成一個可信的方案 發展只為一個有具體預算素質 在這裡 我們要花15萬 那個方案 花20萬 有好幾個好幾個這個方案 好 有好幾個方案之後 我們要進行投票 投票的時候 我們要讓民眾 我們讓親友們去了解 這些獲選方案 它是要回答哪些需求 為什麼有這個必要 它的優略格式是什麼 所以他們就舉辦像這樣 博覽會這個樣子 在全市的很多地方 舉辦博覽會 來說明這幾個方案 所以年輕人們 你可以到這些博覽會裡面 去瞭解 去聽這些義工們跟你說明 這幾個或許的這個方案 他們的內容是什麼 他們各有哪些重要性 要瞭解才能夠來投票 投票的話 假設我們只設在某個 特定的一些地點的話 那如果離那個地方 不太方便去的一些人 往上就不用投票去 所以要盡量能夠方便 讓各不同的階層一些日 他們都能夠表達他們的一些意見 所以他們就在各地的社區中心 在地鐵站 在學校 廣社 投票所 讓親友們來參與投票 每張選票 就好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紐約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選票上面 有簡單的說明 對文字說明的方案 大概是 就是你不能夠讓民眾 他在不明就的情況下去投票 所以才會有某欄會 才會在選票上面做簡單的說明 讓民眾在知情的情況底下做決定 這個決定 不是我在不明就的情況底下 無亂投票 我是在民眾的情況底下 我來做一個民眾的決定 好 所以呢 經過投票 他就選出了六個方案出來 選出六個方案 那在這個 還沒結束 目前還在進行 因為現在才九月 對不對 方案還在執行 所以那個Steam Committee 跟Change & H他們 會做一些或許的監討 他們選擇哪些方案 我舉幾個例子給大家聽 包括 這個是給身心障礙額頭 主要的遊樂場 叫Fleckling Playground 給身心障礙額頭 這是獲選方案的第一名 票是最多的 給身心障礙額頭 第二個呢 是這個藝術牆 空放的這些牆 在城市裡 因為展現空放的牆 大秘書家圍在上面塗牙 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一些 弱勢社群的這個高中 你知道那個 波士頓 波士頓有三所經濟高中 工齡高中要考試 其他的高中都是 臉書不學的 是真的臉書 不是還會講臉書 就是 對 就完全不用開考試成績的 那如果人太多的話就抽錢 他都不要抽錢 或者是要抽錢 所以如果你沒有進 你沒有進 那三家公立的經濟高中的話 有些人就會上私立的高中 上私立的高中 要不然就把學習切到臨近的 Dexington 古肯來 那些比較好的高中 剩下來 或是很工立高中的 都是經濟情況比較差的 特別是在南波士頓 然後有一些 那個經濟情況比較差的 所以第三個方案 它是讓這些 弱勢社區的高中 去買電腦 買筆電 來支持這個弱勢高中 所以這個想法非常浪漫 它的確是讓這個城市更平等 對不對 你讓那些聖經商的額頭 他們的遊樂設施更安全 你讓弱勢社區的高中 他們也能夠有品驗 因為這是學習所必要的 也很有創意 你要覺得 這個藝術家的這個圖牆 那能夠讓我們的城市 更有藝術氣息 展現出這個城市的這些 這些活力 創造力 這個是波士頓的一些 親愛的 參與這些藝術家的作法 那我覺得這個作法是 相當有啟發性的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 各級的事 這如果我們要把自己 當作一個Chain Aging 一個並進的主題的話 可以想到一些推動的 尤其跟某些事 有聯理要選舉的 看哪些事實上 可以接受大家的遊說 我們可不可以框出一筆 一轉出來 跟年輕人有關的 我們也有讓年輕人 一樣讓年輕人來做規劃 我們讓年輕人來討論 我們年輕人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選用更多的年輕人 把我們這個世代 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所渴望的 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把它提出來 政府你怎麼投資在年輕人身上 我們要什麼 只有年輕人可以講得出來 我們也會引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那相信大家 可能也像或是我們的青年一樣 有更廣闊的這個修精 怎麼讓那個方案 朝向一個社會更平等的一個方式 而不是只顧自己的身份 一些地位 我們真的把錢 花在建構一個更平等的 更美好的一個社會 那這個 它需要的錢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這個過程是完全很重要的 讓我們能夠成為 推動台灣民主進入的 這樣的一個行動者 參與到這樣的過程裡面 來決定我們的預算 我們納稅的錢 要怎麼花 所以我還有一點時間 其實我還有半個小時 我想我可能不用講到那麼久 我們可能也有 有比較弱的時間 可以來討論 我再總結一下 總結一下 這個參與世紀算 要怎麼去操作 其實很多我剛剛都已經講過 我再做一個整理 再做一個整理 可是我們要操作 參與世紀算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第一 要進去參與者 我剛才講過 你們要說服別系的話 有些人可能不會被說服 對不對 好 裸英啦 對不對 有人來講說 他們人們非常的堅持在法 說我們預算法 爸爸爸爸怎麼去規定的 那怎麼可以一眾投票就算了呢 對不對 人家講說 讓你把意義言自知何替 就好啦 好 假設 柯文哲 這個 這個林佳羅 或是奈欽哲 他們都當選 他們願意做好了啦 還沒同意啊 就讓我們請來投票 議會不買單咧 沒有任何一回事 當然是我們議會來做決定的 那我們不是白忙一場嗎 有人會這樣子 就是打擊你對不對 不可行啊 沒用啊等等的 所以呢我們 我們要去說服那些反對者 要去爭取 這些倡服 那特別呢 假設我們在這個社區做的 社區的投人是誰 哪些投人是誰 假設我們要跟年輕人是有關的 那有哪些社區的關鍵 跟年輕人的團體 我們就要爭取 這些團體的合作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這個工作 第二個呢 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要有一個指導委員會 Stealing Committee 這個指導委員會 它就規劃 兼入整個執行的過程 所以它要有代表性 你講說年輕人 好吧 那如果你在波士頓的 那個Stealing Committee 裡面 都是中產階級的白人 跟小孩 念資歷高中的 或是哈佛 MIT 的學生 去參加那個Stealing Committee 的話 那可能會有什麼偏差 他們可能 固定到某一些 這個優勢 節省他們的需求 所以你怎麼讓這個 這個有實際決策群的 這個指導委員會 它的組成更多樣 更多樣 更有代表性 才能夠去設計一個 能夠反映各種不同意見 讓這個參與 更具有包留性 這個決策的這個構成 再來 我們要挑戰的是 你必須要去動員社群參與 對不對 我剛才不希望就好 我們忙了半天 參與是一算 好 我們要加快社群會 所以來進行勞力氣 來小胞兩三次 對不對 我們一旦開始投票了 哇大張旗鼓 結果30個人來投 整個城市 這個 這個 我們就沒有辦法全動很多參與 要參與我們就要進行動員 要說服一些 有影響力的團或是個人 來傳播訊息 而且我們要顧及到 參與要有包留性 對不對 要有包留性 我們某一群人 我們有特定的網絡 有些人是我們接觸不到的 跟我們生活背景不一樣 上夜班的要打工的年輕人 我可能是支持公子 接觸不到的 他們生意不一樣的 重要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找些人 去加油站發傳單 去那個便利上面發傳單 你要有別的不同的方式 你不要以為 就是說我在耶穌上面 傳一個訊息 大家都看得到 不見得是如此 我們要以 特別是對於 一些比較弱勢的這個群體 我們要有的東西 接觸到他們 讓他們知道 有這個參與師的這個議帥 你可以來參加 你可以把你的意見表達出來 你就是這個主事主人 你要讓你的聲音可以出現 那 這個是我們在動員跟現場方面 要注意到的 一些重要的這個工作 再來的話 就要設定優先順序 這裡面就需要一些專門性的知識 專門性的知識 想法很多 我要什麼 我要一個更安全健康的社區環境 我要有更多的 適合的休閒的設施 我要有使用者 對使用者很友善的 這些電腦設備等等 那 我們要把它轉化成為 預算上可以執行的科目 那這個需要一點點 技術性的這個知識 那我們要解決問題 第一個是誰來 誰來把想法變成方案 用什麼方式 對 剛剛有講過兩種方式 我們選代表 第一個是我們用某些志工來協助 可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兩問題 就是說我們讓代表跟當事工 來做這個工作的話 他們所示範是真的反應 來參加討論的這些人 這些住民 這些青年們 他們的想法嗎 我們講說 在巴西 各位記得 那個代表跟住民 他們有一個互動的討論 對不對 在芝加哥的選區 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那在布什麽的那個 那個Change Agents 可能沒有這個構成 那我們怎麼保證 這些Change Agents 他們所理出的方案是 當初在這個公共討論的會議裡面 民眾所提出的想法 這一點我們在程序上 要是注意到這樣的關聯 把想法跟這個方案 能夠借留起來 不要讓那些設計方的人 他跟民眾原先的想法 都是拖齊的 這個就跟民主參與的精神相違背 第二個 他需要技術性的知識 誰來提供這個技術性的知識 我們知道像在那個代表 巴西的這個地球界代表 他們也要跟財政的專家 跟政府官員一起合作 才能夠知道 把民眾需要轉化成 預算可以執行這個方案 同樣的 在巴西的這些Change Agents 他們也是必須要接受某些訓練 他們要使用某些基準 才知道怎麼樣把 新年人們的想法 轉化成為 預算可執行的方案 我們只能做 找我們一些專家 來幫忙 把想法變成方案 或者另外我們要注意到這些事情 再來 這是我剛剛大概所講過的部分 明白 把設計方 把小便的方案也要進行的投入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這個指導委員會的這個角色 我們Change Agents 把它變成比如三十六個方案 我們二十六個方案 為什麼我們只挑選這幾個方案 這到最後還是有指導委員會 來做決定 來做決定 我一定不可能 我要在這個選擇裡面 我不能列出太多的方案 對不對 我一定要有篩選 為什麼篩 我會不會 因為我來自某些特定的社區 我來自某些特定的身份 所以我只是把那些跟我的身份 跟我的社區比較有關的方案 列進去就好 排除其他的部分 那如果這個執行委員會 它缺乏代表性 它缺乏於某些群體的話 會有這樣子的危險 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個指導委員會 他的背景比較左眼 他才有辦法 能夠讓那個獲選方案 真的反映出各個不同的群體 他們實際的這個群體 再來 你一定要有機會 要有機會 讓各個方案的優勢點 都能夠進行 充分的這個說明 而且要讓多人的觀點 都能夠呈現 沒有哪個方案 它是只有優點沒有缺點 都一定會有這個優缺點 所以你怎麼讓一個方案 它的好述化 什麼都能夠呈現出來 讓民眾能夠去理解 我們所略略的這些選擇 所可能或或是 那我們有很多種方式 剛講過 博士它就辦了一些 像博覽會的方式來介紹 那有些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宣傳的小冊子 來介紹 那個讓你很容易閱讀 容易取得的這個資訊 也許你會拍一個 十分鐘的這個短片 或更短 三分鐘短片 去介紹一下這幾個方案 總之呢 你要提供各方面的這個資訊 記得 記得 一個神意民主的基本精神 是讓民眾在有相對比較 充分的資訊的情況底下 去做決定 而要具有充分的資訊 你不能假定民眾 他是一個非常幾乎 他會從頭去收起 你要提供 而且我們看了之後 我們可能有些 自己既定的想法 尤其要提供某些場合 那大家能夠去討論 也許你有說明費 或許的方案 出來之後 你可能有些說明費 有些專家 有些來那個介紹 有不同的一場的一個團體 他們 來談他們對這些方案的想法 讓民眾 能夠獲得更充分的這些資訊 再來 投票的這個方式 包吻公平 容易理解 跟進行 剛剛講過公司的這個方式 它要在各個社區的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像我們 在民眾網站投開票所 不太可能像辦選舉 我們沒有那個 那個 那個 資訊 去跟選舉一樣 去在各列社區投開票所 但是我們要盡量方便 讓不同階級 不同 各種的公民們 他們有機會 來投票 來做決定 來表達他們的這個看法 好 再來的話 委內跟建徒 我現在有六個方案出來 我們有一個藝術牆 我們要去 那個 修復 這個 那個 世間障礙合同的這個遊戲場 我們要去購買筆墊 所以我要委託出去 我要去執行這個預算 然後 然後 你在這個遊戲場的那個設計 是不是真的能夠去 顧及到時間障礙合同的那個需求 那我們需要對這個過程裡面 去做一些見諾 而這個呢 在公民審議裡面 是經常被複裂的環節 所以我們也要對 後續的執行 在解讀跟評估 做比較作嚴的 這個 制度的這個設計 好 好 最後我再講到這個結論 講到一個結論 OK 我們把參與世紀算 跟地方的民主的原地 跟十一世紀民主的六文 聯繫在一起 好 民主 是我們在推動 十一世紀算裡面最重要的政治 民主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地位是平等 我們的需求 都必須要在政府的 決策或是也被納入考量 但是 擔議民主制度 再生很多的民主 使得政府的決策 它沒有辦法 顧及到民眾的偏好 尤其是 弱勢儲取的這個偏好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 參與一些構成 讓民眾意見能夠去投入 讓各種意見能夠 我們才有辦法去達到 這些政治民主的 基本的這個原則 政府的預算 這個決定 很多是黑箱作業 為什麼 它要這樣怎麼騙 有的時候 看武器會不會很 可能很荒謬 你可能這個修 立法院要陪伍 你為什麼要一億 人 不需要讓他們抖 對不對 我們不想遇到這什麼 編出來的 可以這樣做 參與市場 好啦 我們的範圍很小 我們只有幾百萬幾千萬 它是透明的 它是透明的 你需要多少錢 為什麼你需要這個東西 我要 我要這個 修復這個籃球場 我要買公園旁邊的 什麼要花多少錢 清清楚楚 為什麼有這個需求 要幹什麼 透明 支出透明 那 民眾的錢 納税錢 花到哪裡 透明 再來 教育 剛剛的影片裡面 是看到的 我現在只知道 就是說我們 那個 那個 籃球場 上的這個A4 我要修復它 我要花什麼錢 那為什麼去理解 我們社區的需求 真的 就只是我們這幾個人的想法 而已嗎 還是我們社區是覺得 大家真的這個東西很重要 很多很多些預算 很多很多需求 當我們花生之後 我們對這個政策 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對我們這個社區 我們對人跟人之間的 結合的關係 當我講說 這個籃球場 對這個社區很重要 我知道 我談的不是說 打籃球可以強健突破 我也 我談的這種社區的年代 對不對 我們怎麼在這個社區的活動裡面 我們經歷起 今年朋友的 或者不同的時代之間的 那種年齡 為什麼需要 籃球場面要有儀式 我們可以看人打球 這是我們對人的關係 的一種理解 所以我們心裡怎麼可以去擴大 那這個教育中 不是只有一些基督性的知識 我們更具體的一些 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這個社會 我們跟其他人的關係是怎樣 在這個預算的編列 的過程 在方案提出的過程裡面 我們去了解 它產生這種教育的這個作用 然後呢 和政府部門的這些 背內的這些議算 民眾的一些需求 你想說 好了 那民眾的聲音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聽到了 聽到了 就聽到了 你們是解決 沒有嗎 對不對 但是社區民眾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們需求是什麼 我們需要多少錢 馬上就會提出來了 而且今年做不到一起 明年 我們可以獲得其他 他 聚能這個支持 需求可以馬上 被發現 被提出來 這才是真的有效力啊 有效力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 我們讓真的 對我們的社區 對我們的生活 有了解一些惹 我們等不夠去介入 這個政治的構成 把我們的社區問題概念 會解決 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這才是會 是一個有效力的 由官員 由林在去幫我們發洩 幫我們解決 我們可能很難 一直期待 這樣的政府 政府能夠有效來幫我們做事 證明 剛講過 我們在影片裡面也看到 很多弱勢社群 他們的需求 在這種第一分配的 代理民主體系底下 那很難被顧及 唯有讓人們有真實的聲音 可以出來 可以參與決定 我們才有可能讓弱勢者 他們需求被聽見 讓我們的民眾 它展開 它更廣闊的這個修行 去理解 聆聽別人的需要 來建起了更合乎社會正義的 這樣的社會 這樣子才能夠 建議的社群感 人跟人之間的那種團結 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在我們理解別人的需求裡面 我們會建議起來 我們才有一個強大的 團結的一個社群 我們才不會只是一個 人只顧自己的私利的 這樣一個社會 這個參與的過程 它不只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它同時也是一個 培養的強大的 既有團結 既有連帶關係的社群 一個重要的構成 我們去聆聽別人的需求 我們了解我們跟別人的關係 我們跟這個社區 跟這個群體 之間的聯繫的關係 我們才有辦法去構創一個 美好合理的 合乎社會正義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那這是我要做的這個分享 那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我們也能夠朝 這樣的目的去邁進 參與市場的這個途徑 但是我們也有更多的方式 能夠透過這種途徑 參與途徑 讓我們的公民們 直接舉入到這個政治的過程裡面 來建立起一個更強大的社群 追求一個更符合社會正義的 一個社會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對一個好的民主主席的 希望之首戰 那我就分享到這裡 非常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